大家好,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是看了封面而点进来观看 那大概就知道我今天要介绍什么 没错,就是我用5200元 韩运便宜捡到一张华硕ProArt B760 Creator Default主机版 老实说我真的佩服华硕创造系列品牌形象的功力 有大众都知道的电竞风格 ROG败家之眼 军事风格的Tough Gaming 和最近很对我胃口的创作者风格ProArt系列 无奈Intel 14代CPU是继续援用Z790主机版 让它的价格一直降不下来 高阶版都要破万元起跳 我也只好转向价格亲民一点的B760主机版 那为何我可以便宜入手呢? 主要原因是卖家告诉我说 这张主板的包装盒被压伤有纹路卖相不好 所以就便宜卖换现金 免得变库存压死自己 而且它也向我保证 里面主机版是全新品没有使用过 所以我就咬一咬 手一刷就入手购买回来了 好那先来查看卖家说的外盒压伤受损问题 目前外观大约看起来没有很夸张破洞损坏问题 产品名称是华硕ProArt B760 Creator Default 正确无误 但盒子在左右上下不同角度观看 就能接触看到上带有明显磨损纹路和2到3个压点 这应该就是卖家说的卖相不佳的主要原因吧 但老实说在光线不是特亮的地方 没有人提醒你 你还真的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 在盒子背后就是正常损耗纹路 没有特别明显压点 嗯...感觉这卖家对自己的商品外观要求 真的蛮高到有点龟毛了一点 整体外观受损真的不是很严重明显 怪怪的有鬼哦 还是它是无保福利品拿来当新品卖呢? 所以我马上拿着这张主机版序号上网注册看看 诶...也没问题 是新品保固三年起跳 诶...这就有趣了 再来看看里面主机版 哇...这上盖一打开是呈现全新未使用感觉 完美无缺 厉害哦 主机版的包装、防禁电带也是如新超少折纹 诶...这袋子口怎么没有贴封口胶带 现在华硕主机版都是这样子吗? 欢迎有买过华硕主机版的观众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谢谢 哇...这张主机版外观看起来超级新的 一点使用或是回收加工的痕迹都没有 连在细部地方看起来超级干净 一点灰尘也没有 在背后IO插口处保护贴也还在 而它的插口也蛮丰富的 有一个DP和HDMI输出孔 4个USB2.0 Type-A 一个1GB以态网路孔 4个USB3.2 Gen1 Type-A 一个USB3.2 Gen2 Type-C 上方处还配有一个2.5GB以态网路孔 最后是音效输入输出孔 整体配置对创作者来说还算够用 在CPU插槽上整体看起来完成没有撞歪针角的问题 而它是使用DDR4记忆体 可插4支最大可支援到128GB 它的供电是12加1项 核定电流有50A 在MOS上盖上超大散热模组 来加强散热让供电更稳 CPU供电插座是一个8PIN和4PIN组合 在MD2第一插槽是PCIe 4.0 由CPU直连使用并附上散热片 从第二插槽之后MD2插槽 都是由BG60晶片提供 显卡下方处是PCIe 3.0x14 它也有附上无线网卡插槽一个 只是它的天线配件要自己购买 最后第三个MD2插槽是PCIe 4.0x14 也有附上散热片给你 在SATA6插槽就少了一点 只给到4个 有要安装3.5吋HTD硬碟 来放拍摄原始档时 要注意一下 在PCIe插槽方面 第一条是支援到PCIe 5.0 第二条是PCIe 4.0x14 用116槽位给你安装上更方便 最后第三条是PCIe 3.0x11 可是要注意它是和无线网卡插槽 和第二条MD2插槽共用频宽 如你发现第二条MD2 SSD读写速度 一直跑在中等速度 那就是这占用分享问题 最后在内部前置IO插槽 有一个USB3.2 Gen1 和一个USB3.2 Gen2 百兔插槽 但目前有支援到 Gen2 百兔机壳真的也不多 那主机板看到这里也没什么大问题 再来看看它的盒子里面配件有什么 有两条硬帖SATA shape 一颗MD2固定螺丝 和一堆用来堆叠MD2高度橡胶软电 诶?里面居然附了一把用PCB板才做的短尺 做工和风格都相当的精良美观 让人有点舍不得打开来用 而且也才短短12公分 我想收藏性质会比较高一点 再来是机壳触控开关排线快速接头 这个接头真的对DIY组装者非常的好用 希望其他板厂都能大力推广附送 最后是这张华硕主机板 IT监控管理软体序号 和主机板驱动光碟 但大家手上都还有DVD光碟机 可以来安装驱动程式吗? 附的这片光碟片也只能望眠资格用啊 最后是主机板使用手册 和华硕云端硬碟购买优惠单 而这使用手册强烈建议一定要看一下 有时他有提醒主机板拿几位插槽平宽通道速是共用 而你没有看清楚让你NR2 SSD固态硬碟 读写速度一直跑不出高速表现 结果造成你一直浪费时间查不出主要原因 搞死自己而已何必呢?对吧? 好,那主机板大致介绍到这里 快来组装测试一下它的效能吧 这次测试用的Intel i9-13900K CPU 为了让ProArt B760可以把它效能超到更高 所以我把CPU扣具也更换成立名CPU扣具框 来达到更好的散热效果 记忆体是Antec Takana DDR4 3200 8GB 一样试试全部都给它插到满 NR2 SSD是SM850 500GB 读写速度有7000和5300MB每秒 而这次是纯测试用 所以只使用原厂附的散热片 CPU一体式水冷散热器是维新MEG CoreLiquid S360 显示卡也是维新AMD Gaming X3 RX 6900 XT 16GB 这次测试完之不管ungen 目前测试室内温度为26.9度的台湾秋天 首先在AIDA64单招FPU和4Mark显示卡烧机测试 一样当下按下开始键 马上在3秒内CPU就破100度高温 CPU的package功耗来到322W左右 目前CPU频率大核在5G小核在4G 可是大约过了3分钟后 CPU就开始出现降温降频保护现象 大核约来到4.8G小核在3.8G 哇这样多是不同主机版和CPU搭配测试 还是觉得13代CPU最好搭配同样13代的主机版 它的效能才能全部展现出来 但相对问题就是你的一体式水冷散热器和机壳散热要做更好 不然它就会自动降频降温保护自己的安全 此时显示卡烧机温度约在66度 也算是在开放式机台的正常表现 接下来在R23的跑分测试 也是一按开始测试 马上冲上100度左右 我真的很佩服这B760主机版 常把自己当成立系列主机版再操 你的CPU能吃多少 我都能满足你吃到饱 真是有够狂啊 而最后得分有37,519分 算是一般正常表现 我觉得再把散热系统做好 应该可以提高更多得分 再来是游戏测试部分 在3DMark Time Spy is Jim更高强度版本测试下 最后得分有10,298分 算是蛮中阶等级的水准表现 最后在Mac OS下的Geekbench 6跑分测试 单核有2,969分 多核有15,112分 效能对比约在Mac Studio、M2 Mesh、M2 Mesh和Ultra之间 算是不错的表现 可以让我用到明年初M3CPU上市 再来考虑要不要跳槽到Mac M系列主机也不值 所以测试到最后的结果 我还是强烈建议大家 13代CPU一定要搭配13代主机版来使用 它们两者的效能才能互相支援 你能吃多少我就能让你吃到饱为止 这样相互夸张表现 也是在考验你的CPU和机箱散热功力 你做到更好散热就一定可以获得更多的效能 相反是你搞砸了 它们两个也只能降温降频来保护自己 当然花了大钱做散热 你的预算一定会变少 所以主机版改用清明一点的BG60也是不错的选项 连在我测试用的i913900K 也可以轻松推上去 一点压力也没有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是用同样等级设备有心得要发表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知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